你嚷什么呀 你充爸嚷什么呀 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 你就不能拦着呀 茗玉 你要这么说话 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二嫂 不是我不讲道理 爸要在家吃得好好的 他怎么会到外面 去买吃的呢 你说是吧 行 你非要当着爸的面 这么说话 那咱们今天 就把话说清楚了 我们照顾爸 确实呢 照顾得是不够好 不够细心 不够周到 但是我想问你 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爸搬到我们家住的这些天 你已给他打电话了吗 你来看过他吗 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 我知道你对你二哥呢 怀疑你朋友的事 你不满意 但你二哥是为了 爸的安全考虑啊 你说一个老人家 他自己在家 随便什么人来他都开门 万一遇到坏人 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谁能承担得起 你这个责任 你要是真心为爸着想的话 你又不放心我们管 那行啊 现在开始啊 爸交给你来管 你去照顾他 行了 爸 放极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见了 爸 收拾行李吧 跟我走吧 走吧 我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你干嘛去 爸 你跟着走 跟着走 让他试试 你推爸干嘛呀 你不是要带爸走什么 走走走走 走走 别怕 你再推去吧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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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不能这么逼我呀 明生你要是不想管我了 不想要我了 你就跟你大哥打电话 让我赶紧去美国 行 爸还非要住你们这儿 出去 那你还真得对他 出去 他要不好了 这是我们家 马上出去 你烦也没用 我告诉你 以后苏季的事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再来我们家 我就报警 我来 吧 我说我 是 还生复迷气啊 我才没工夫跟他生气呢 不过有个问题 我始终想不明白啊 咱爸为什么那么怕 去茗玉家住啊 茗玉刚说 你跟爸都知道原因 到底什么原因啊 你跟我说说 哎呀 有什么原因啊 你觉得他会管爸吗 你看他对爸说话的一个态度 哪有女儿这么跟爸说话的 不对啊 我觉得他说的话里有话 你多想了 他没有那个智商 他说话一直就这么阴阳怪气的 喂 小时给我送的盘子糖 肉好了没有啊 我都快饿死了 好了 好了 爸 您准备出来吃吧 帮我去 怎么有手呢 爸 来 您尝尝我今天给您打包的菜 合不合您胃口啊 闻着挺香 这小时做的饭就是好吃 你们差点把人家给冤枉了你说吧 什么叫我们 你 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 这碗子糖酸 真香 好 爸 今天这事啊 您真不能怪我们冤枉他了 我知道明玉他是好心 他叫人给您送好吃的 但他应该一早跟我们打个招呼 让我们放心了呀 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误会了 是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重点 朱立 你不说了 我想说的是 今天苏明玉怪罪我们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你一声不吭 这代表着那鸭脖子就是我们买的 嗯 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 您什么意思 您为什么一直 行 行 行 我下回见上他 我跟他说 鸭脖子是我自己买的 行吗 你说让你们这么急闹腾瓣 小吃好看我也吃不着了 好餐厅多的是 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我去爱吃小食这口 你说你们俩 要是有小食这个手艺 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 我也不至于吃辣肚子 不是 爸 我觉得你 我去 我去 我呀 明车 爸 你怎么样 还好吗 还好吗 爸怕是在明城家住不下去了 这明城又怎么了 一言难尽哪 他们这两口子吧 也不给我做饭吃 这茗玉叫人给我送饭来 他们还跟人家闹 都动警察了 警察 不是 怎么警察也来了呀 明城啊 爸这心里憋屈啊 你 你快点买机票吧 让我去美国吧啊 爸 你别着急啊 这样 你的签证信息啊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现在就发给明城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到上海的面签 只要签证一拿到 我立刻接你来美国 快点办吧 快点办吧 好的 好的 明城 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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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看看这事咋样 可以 好看 灵灵的 好看 有一种企业家的感觉 去美国白宫买来 我看咱爸的心啊 早就飞到美国去了 好事啊 咱们好多头了 我知道 我知道是好事 但我这心里吧 就觉得怪怪的 你说 咱妈才走几天啊 妈伺候爸一辈子 爸就这么高兴 这么着急去美国 想扶摩他 没事 爸 你 你出来 我看 这事儿怎么样啊 好看 特别适合去签证 这事儿啊 还是我自己挑的 明雨非说这事儿不好看 我看着他就好看 那料子也好 别挺大的 相信自己就对了 你放心 我大哥让我准备的材料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早点睡吧 爸 您放心去睡吧 一会儿呢 我再把那些材料 仔细检查一遍 保证明天一件都不辣 莉莉说话我放心 我去睡觉了啊 晚安 爸 你儿精精神神的 去签证 来 你们也睡吧 走走走 来了 你还好吧 想吃点什么吗 今天不吃饭 我来跟你道个歉 这件事儿全是我们家人不对 没事 误会嘛 我把这个账给你接一下 我把这个账给你接一下 这太多了吧 除了菜钱 还有你的送餐费 我们店里是不外卖的 就帮你送了几次 你不用帮我特别开发业务 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所以是精神赔偿费 那太少了 够吗 上一次我以为你有男朋友 这一次又差点误会 你有老公 受不了 很幸运 这两周我都没有 不喜欢有人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走了 我煲了汤 帮个忙 试试看味道 好 好的 好 来 喂 大哥 茗玉啊 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 说了今天的事 今天这事啊 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大哥 我现在在外边呢 而且我也觉得 你二哥和二嫂啊 没有能力照顾咱爸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多去去啊 跟咱爸沟通一下 也算是替你二哥 二嫂 分担一下 咱们做儿女的 不能让老人受罪 对不对 大哥 我正在 而且我觉得 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 那还会生病 这一生病 怎么办签证 怎么来美国 大哥 我好不能做了 买安静地吃顿饭 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 再来给我添堵了吗 喂 谢谢 其实这事我好像也有点责任啊 我是不是应该要 问清楚点才去送餐啊 你别生气 我是想说 会不会因为我 害得你和你家人闹不愉快 你想多了 好 好好做你的生意 别管别人家家事 来 提供 来 原常 这就是说 再过一个礼拜 我胡哨就拿着了 就这么顺利 真没想到 这么顺利 我都没想到 就是啊 这一大早上 把我给紧张的呀 别紧张 别紧张 这就是踏实了 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 让他买机票 好 来 菲菲 接个电话 好 我这都能弄狗啊 来 跟我一家 跟我一家 喂 大嫂 还没睡呢吧 我说一声 爸那签证下来了 可以进机票 你告诉你大哥啊 我可一句英文都不会 你得让他上机场 准时接我去啊 准时接我去啊 爸说一句英文都不会 让你们签证 千万去机场 别迟到了 准时接着啊 还有 来 您自己说 挂了吧 挂了啊 策刀 我知道了 谁的电话 怎么了 谁的电话 苏铭成 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是不是说好了 等你找到工作之前 先不让爸办签证 你什么意思呀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 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 把你爸接过来了 我爸迟早都要来的嘛 这个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 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 等我爸要来了 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 又让我收拾房间 又让你订机票 我看他的心 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我也没想到 签证这么快就办好了 孙一哥 你这就是先斩后奏 对你就是先斩后奏 你就是想好了没错 我看你那工作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了 你只能是硬着头皮 先把爸接过来 到时候目以成招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 是不是 我也好歹是 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请你相信我 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 说到工作 我好言劝你一句 能不能放下身段 什么意思 连老张都拖下 实验室里的工装 我刚刚去送披萨了 还有我们那个同学陈大赵 人家不也去端盘子了吗 都是为了生计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 跟人学学呢 你让我学他们 去当个蓝领 去干体力活 你别瞧不起干体力活的 人一个月挣的 不比你原来少 行行行不说了啊 下个月就是招聘机 我会成功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 有收入总比没收入强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 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 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 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程序员 你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我问你 你学新东西有年轻人快吗 再说以你的性格 又做不了管理层 我的性格怎么了 我从一个小地方 一步步努力到现在 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 我绝不放弃 我放弃 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 我把宝宝送回国 让他们帮我带 你干吗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 为了你尽孝 我爸来美国 是我爸来美国 你把孩子送走干吗呀 因为我没法同事 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那你就舍得孩子 跟我们分开吗 舍得舍不得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是现实说了算 是生活说了算 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你就不能改变 我也不能因为 此时和你离婚吧 我跟你说 孩子不能离开我们 孩子在成长只有一次 我们不能错过的 而且孩子这么小 就离开父母 会伤害他的感情 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 你以为我愿意吗 现在有什么办法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 我们承受不了 让你去找个临时公盖 你不愿意 我要把宝宝送回国 你也不愿意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好 你把你爸接过来 我就把宝宝送走 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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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在这儿 天哪 你怎么 赶紧送医院吧 快快快快 赶紧开车去 对 先把他的同样的鞋搭一下 怎么样 爸 这些喜欢吗 多精神啊 是不是 跟蓝模似的 这好看 这个 不太有感觉 没关系 那再试试 还有 这件呢 他们说是新款 今年的 你喜欢吗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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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是是是 这是我爸的好吗 对 来 穿穿 这个好 你看你身材跟衣服架子似的 穿什么呢 好看 好看好看 这个好看 这件不错吧 李亮 可精神了 儿子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老公快看看 怎么样 这个好啊 这个 这最炫民族风 有我中华之霸气啊 这个 莉莉选哪 好好好 这好这好 这穿到美国就帅啊 那这要这件吧 这 这个多少钱 这它是纯司的手工磁绣 做工也好 价格就会贵些 六千八 可以啊 怎么了 爸 啊 太贵了 不要不要 贵 爸 你喜欢的 不要不要 你别说了 你非得要带把来这儿 你说你 你这么高档 你骑骨难家吧 六千八 好家伙吧 多好看哪 这好看太贵了 你这正式怎么那么贵啊 我们今天商场搞活动了 打完就是四千六 便宜两千二很划算的 那四千六也贵了 老公 咱们说好要让爸高高兴兴去美国的 爸难得看上一件 价钱是问题吗 不是 今天爸要看上的 多少钱咱都得买 我天哪 你太霸气了 行 行 买 爸 爸 喜欢啊 太贵了 爸 可好看了 那我去买单了啊 搞活动呢 搞活动四千多 咱这两天过钱便宜呢 不贵 痛快 儿子 那件衣装爸真喜欢 我看出来了 我也喜欢好看啊 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 买就开心 谢谢儿子 爸您别这么说 儿子给老子花钱 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啊 说我心里不舒服 不能再买了啊 够了 够了 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 爸 你别客气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这么几天了 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 出国咱不敌 有理有面的 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 再说了 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是不是 这下您去美国了 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的 所以啊 出国之前 您随便 我爱你爸 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爸真有个愿望 你得满足爸 心太好了 人急了 那我说两句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 美国我不想去 我真的是不想去 你说在这片土地上啊 活了一辈子了吧快 真不想去 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 我拗不过他们呢 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 两口子说什么吗 说什么呢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 我们家从小到大 拼搏学习 玩命工作 争得个人上人 为了什么 为的就是 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多好 多好啊 再说 签证也签了 机票也买了 去吧 去吧 一定得去 不去伤孩子心哪 爸 去吧 吃吧 都饿着呢 奶奶爱你啊 药丸好了 我来抱孩子吧 不用 我来抱吧 孩子也没多大事 幸亏没多大事 不然我就跟你拼了 当时孩子摔倒的时候 我们都不太顺便 咱们都有责任的好吗 那又不是因为 你们家的事情会这样吗 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当时是你在跟我吵架 你自己做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母女两个人 我们别再这样啊 再吵架回头 把孩子又吓着了 我告诉你 如果用我一个人的工资 养活三代人 那我们就等着饿死吧 我来我来 来 来 敬大家一杯 从这边开始 好 王叔 祝你顺风顺随 一路平安到美国 来 你们就算了 好好好 来 老姐姐 老姐姐 祝你的福啊 越活越年轻啊 永远漂亮美丽 谢谢 谢谢了 来 老哥 这比健康 是比健康 是 来 来 好好好 来 来 你坐一坐 坐坐坐坐 哎呀 恭喜你啊 走 还是这么身体这么棒啊 来 来 来 那我就先干为敬 好 来 来 来 这酒不错 好酒 好酒 儿子破废了啊 我呀 这当年 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 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 不过我也想得很开 没关系的 我很适应 这我还真得感谢高主任 高主任 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 但是这么多年 我也看了不少书 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 我心里明白 高主任啊 是身在其位 谋其政嘛 老苏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多谢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老苏啊 听说你们家老山混得也不错啊 又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 老三 闺女是老三 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是啊 特别是个女孩子 前一段日子我爱人过世 明语说了 从墓地开始 一切一切都要挑最好的 花了有二十多万吧 啊 明成 二十多万 三十万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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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反正不管她多少钱了 厉害 孩子说了一切要挑最好的 嗯 嗯 哎 我来我来 慢点啊 哎 哎 把孩子给我啊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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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水吧 你已经在这儿坐了半天了 你去休息会儿 我来陪她啊 子敏哲 如果你要是再坚持让你爸过来 那我们就分开过吧 菲菲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呀 哎声 你干吗 你干吗 来 涮点水了吧 高兴了 喝高兴了 好 涮涮涮 老狗傻了 来 涮涮 爸 看他们那 一个一个眼神 看 看 看我那眼神 傻了 几 几十年了吧 老 老狗 啥时候用这眼神看 看过我呀 哼 涮涮 涮涮 我 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 让他看看风 风水轮流转 是是是 年轻的时候 他牛 老了不行了吧 涮涮 人老了比啥呀 比则女 就是比 比你们 比子女 我高兴啊 高兴 高兴 我赢他们了 我赢他们了 赢了 我是不是赢了 赢了 赢了 我赢他们了 莉莉 我 睡觉 我没事 我没事 我 我要喝水 好 水 水 好 好 拿水 拿水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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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爸 放个身 放个身 好 好 好 老公 这水啊 喝不喝 水 水 水 喝不喝 老公 你不觉得今天那饭桌上气氛很奇怪吗 你看啊 我从嫁到你们家里来以后呢 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 大气不敢出 大脚不脉的 哪像今天这样啊 和扬眉土气 嗷对群雄 那简直判若两人哪 我爸年轻的时候 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 的确是看不起他 今天他可出气了 我也为我爸高兴 你看前面那几个人 还严慎真的是羡慕妒忌恨 我看着也痛快 挺好 今天咱们这饭 吃得好 钱花得也值 好什么呀 你没发现那饭桌上 老爸满嘴都说的是 老大如何如何 老三如何如何 提你半个字没有 你说咱们这儿 照顾爸这么久了 这算什么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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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这些 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 赶紧去美国 我跟你说 通过这段时间呢 我算是看明白了啊 为什么妈在世的时候呢 把爸管得那么严厉 对爸呀毫不留情面 那就是因为妈太了解爸了 他知道爸也多能折腾 一旦没有人管爸 爸呢指不定做出什么 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是 就是 我也没见过我爸这一面 真的挺吓人的 我妈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 我爸就欠收拾 咱们才管了爸几天啊 我妈管了我爸一辈子 我心疼吗 行了 行了啊 别想这些了 老公 加油 咱们呢 再坚持最后一下下 正好最后一搬岗 等爸去美国了 咱们就轻松了 对 走了 一切都回归于正常 我还像小公主一样重着你 记住你说的话 你永远忘不掉 这两份是项目策划 这一份是销售战略调整计划 您先过目 要是没问题 我就按这个执行了 那一早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昨天一宿没事是吧 师傅 我知道我之前的表现让您失望了 我一定会努力地弥补过时 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当然相信你啊 但你也不应该把工作当做 你生活的全部啊 别太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该休息的时候你就要休息 美国还没去过吧 好 正好 今年企业家交流会 轮到咱们公司做东 我没法去 你带我去 这不合适吧 师傅 现在这是布局西南战略的 紧要关头啊 当然了 但是每一笔生意都很重要 但你一天能做得完吗 好了 你把你手边的工作都全放下 出去开开眼界 然后冲冲电 换个脑子 我老了 跟不上时代 只能指望你们这些年轻人 哪有 不是我不领情 只是我这一走的 江南一大摊事呢 这我会安排的 你不用操心 好 别多想了 让你去美国那是为你好啊 明天我叫小王把资料给你送过去 你准备准备 正好趁这个机会 边学习边考察 然后边玩 回来的时候 有的你忙着呢 我 我先出去 白狼 白狼 尽管猎场在哪儿 请回答 请回答 去美国 企业家交流会 这不明摆着 支走你 然后一脚把我踢他吗 想太多老得快啊 我老了也很帅 你看你那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都被架空了 你怎么还那么信任他呢 你这叫鱼忠你知道吗 你这叫鱼忠你知道吗 我这条命都是人家给的 你必须鱼忠到底啊 打住 你想鱼忠 别拉着我陪葬啊 真要冲我来 大不了我不干了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如果要走 现在绝不是好时期 你是我带来的 即便要走 我也得替你争取一个 讨价还价的资本 你这些年 没少替众城做贡献 我得去提醒一下王牧 兄弟就是兄弟啊 确实比妞强 这话说回来了 这趟去美国 万一 还是老蒙跟姓孙的 下的一盘棋 你怎么办 想那么多干呢 不就去趟美国吗 我还真没去过 等我回来 一切就都清手了 来 来 您昨喝那么多 今天先喝点汤啊 这海鲜 这得不少钱了吧 没事 我今天呢 就点得稍微丰盛了一点 主要还是您吃得开心啊 开心 开心 我跟您说到了美国 您更开心 美国海鲜比较便宜 还比较大 你看电影里边那螃蟹 那螃蟹腿跟人腿一边粗 吃得痛快 那也不能吃太多 您再吃出毛病来 我大队有钱啊 让他花钱给你治啊 行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爸 那美国吃东西啊 其实还不如咱们中国人讲究呢 您去那儿以后啊 可能还得慢慢适应哦 你完全不懂 并不需要 我告诉你 美国有个拆那汤 就是唐神街 你就记住拆了汤 拆那汤 你到那儿以后油盐酱醋 什么都能买 你吃着难受了 你自己做也行 那儿也还有中国饭馆 厨子都是最好的 不是 你去过吗 没有啊 我 我就要去了 恭喜啊爸 对了 一会儿你再给我找点塑料袋 我装鞋 为什么 吃完饭我还得接着收拾去 不是 你机票刚还没定下来呢 你现在收拾了 你这两天用怎么办 早收拾出来好 你这一件件都规制好了 你万一落下一件 你送都送不过去 没事 爸 您不用担心啊 这件事情呢 交给我 我跟明晴啊 会给您准备一个备忘录 准备得好好的 每一件事 什么时候办 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丽丽在这方面是小能手 爸 还有什么事想要办 还有 想起咱们 有追求 什么时候去 找完饭就去吧 那咱就去走啊 那我换个辛苦啥 好 就换那条 我给你买个大红的那条 高兴了 真是高兴了 哥 这么说你呢 爸高兴得要命 我早上跟你说了吗 面签已经下来了 你那边随时可以订机票了 你不让我谁 谁谁谁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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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爸跟你说啊 明晴 哎呀 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 relie new 装